我今天要跟大家开一个很新的东西 就是苹果新出的这个Vision Pro 巨众 这个呢是昨天小杨从店里爆出来的 应该算是第一批 因为当时发售的时候 它是设了个闹钟 早上五点起来抢的 所以就抢到了2月2号第一批来领的 人声名啊 我对这种高科技的产品 就肯定不是我买的 我也不想要 然后我也没看过关于它任何发布会啊 它的简介啊 所以那些比较专业的词汇我都不会 我今天就是想要简单粗暴的给开个箱 这次去买了一个机器 还单独买了一个这个装这个Vision Pro的这个套子 这两个是分开卖的 价格上这个加了税 当时是花了3800多刀 然后呢这个套子单买就要200多刀 现在这个Vision Pro是只在北美这边发售了 就国内还买不到 所以今天只是想要蹭波热度 抢个仙 然后开个箱 看一下这个东西到底长什么样子 实际上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盒子 这盒子讲真真的好成啊 但是里面应该有很多配件 就机器本身应该没有那么重 不然戴在头上得多难受 简单粗暴开个箱 这边有两条 好 吓死 好有未来感的一个东西 里面就长成这个样子 它是阵阵的这样立在这个盒子上的 然后我们把它取出来 单单的拎着这个头盔好像没有那么重了 长得还是非常的高级啊 这边就感觉是那种泥浓的材质 这也是个松紧的 有点像那种毛衣的材质 这是个吸铁 这样吸上去的 对这个是可以拆开的 我都不知道这是个啥玩意儿 像个涌镜一样 然后里面看一下就是 这两个是一个镜片 亮闪闪的 这些这个应该是一个充电的这个装置 这边好像是一个音响 它这两边这两头是蛮硬的 是可以固定住的 然后这个是一个松紧的 这个好像是会根据你人的头围的大小 定做的 这个反而也不是我的大小 再看一下箱子里还有什么 这样打开 两个这样的东西 这包装确实感觉做的非常的高紧 这个很新 这个好像是另外一个这个套子 这套子到底是干嘛的呢 是一个这个 这个跟刚刚取下来 这个应该是一样的 可能是可以替换的 哦 原来这个是可以可以这样拆下来的 它是这样磁铁的 所以有一个套的 哦 难道这个就是 为什么会给一个多余的呢 是不是脏了可以洗呀 比如说就是女生 粉 粉把它弄脏了以后 它可以拆卸下来 然后换一个干净的嘛 然后呢 上面 还有一个这个 打开 它这个包的 真的就是拆起来 手感特别的爽 哦 这应该是一个充电器的装置 这个很像一个大大的充电宝啊 这个还蛮重的说实话 然后有一根线 哎 哇 是好高级 是什么东西 它这个充电的这个口长这样 然后这边就是一个 其实有点像我们平时用的那种 大毫安的充电宝 我看一下它是 应该是 啊 它就是这样 天呐 我连这个充电器都搞不上 天呐 我拿到这个东西连电都充不上 然后 里面还有一个这个 充电头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线 USB-C的线 但是这个是充什么的呢 哦 哦 我好像知道了 就这三个都是充电的东西 呃 这个连在插销上 然后 充这个机器 然后这个机器再连在这个头盔上 然后充这个头盔 好像是这个头盔需要一直 外接一个这个充电宝 然后才可以用 它这个 难道不可以续航吗 我也不懂啊 这个应该是可以续航几个小时 但是 这个难道不可以直接充电 它这个头盔本身好像是没有电的 需要一个这个外接的电池 但是现在呢 我还没有搞清楚 这电池怎么 怎么连上这个头盔 然后呢 我们再来拆一下装这个 头盔的一个盒子 这个确实还蛮好看的 手感也非常的好 它很有那种太空感 反了 对 它像是那种宇航员的一个东西 但是这东西我觉得它要分开卖 卖200多 我觉得苹果有点坑啊 因为那个头盔都已经38块4000了 它附赠一个套子有什么不好的呢 苹果的那种耳机不是都会附赠一个壳子吗 因为我感觉只要花钱 舍得买一个这个眼镜的 它一定会给它买个家呀 它这个难道就不可以买一送一吗 来我们拆 看一下这个里面长啥样 它这个盒子的手感真的是不错 这盒子本身其实还是有一定重量的 但不是特别的重 如果平时去旅行啊 想随身带的话就可以放在这个里面 然后背在身上或者放在行李箱上 里面就长这样像个小小的行李箱 然后这里有一个这个收纳袋 我觉得是可以把那些刚刚的充电装备放进去 然后这样拿挺可爱的 像个化妆包一样 然后这一边应该是放这个电池的 这样放 然后收紧 把这线给这样收纳一下 这边就应该是放这个眼镜的 这样放 对 然后中间再把那个小袋子放起来 把观察箱子 哎呀我好傻呀 搞了半天 这是一个套子 咱可以把它摘下来 哎呀我太傻了 这眼镜长这个样子 对前面是那种黑玻璃一样 说实话它有点像一个滑雪镜哎 哎这样就更清了 没有很重 我试戴一下 哎哇这个太松了 我根本戴不上 这个应该是男生的头围吧 但是戴在脸上就长这个样子 我觉得这是我肯定这辈子都不会买的一个东西 谁要天天在家里戴个这个走来走去啊 而且化了眼妆 完全就遮住了 没有化妆的必要了 如果戴一个这个东西 最后再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上面的一些装置的设计的细节 这里有一个这个 可以旋转的小按钮 这个应该是调节音量的吧 我猜的 然后这个 这个有个button 这个好像是一个开关 哦这里有两个孔 我忙猜啊 它应该是个散热的东西 然后这边 这边是长这样子的 这两个是两个摄像头 然后这里有一些孔 这个应该是散热的吗 不知道 这里又全是摄像头 我看看有几个 一二三四 四个摄像头 就这样一个外观了 没有啥复杂的了 里面是这个样子的 诶 这里还有一个机关 这是可以拧来拧去的 应该也是有一些作用的吧 但是不知道是干嘛的 好了 今天的开箱完毕 这支影片 我都不知道我要不要发出来 感觉被骂吧 太菜了 这开箱开的 我觉得就是非常的适合 我这种什么都不懂的科技小白 想要看一下 这玩意儿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反正就是毫无解析 毫无review的这样子的一个 纯开箱视频 希望你们喜欢 拜拜 拜拜 我先给大家演示 好了 好了 triple click present hold 它现在 哇 跟我前面有个电视机一样 苹果的标出来 现在透明了 我能看到五家 然后呢 没有指示了 哦 哇 看这个hello 就在空气中 好神奇啊 press digital chrome to begin 这个吧 天呐 这是苹果的iPhone bring bring your iPhone or ipad nearby to get started double click 哦 它可以setup manually 其实就跟配一个 配一个手机一样 啊 它这带走了 还是有点疼 但是 好神奇啊 我这前面就有个屏幕哎 天呐 呵呵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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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